他講到 在多善淨土及當來的人間淨土 彌勒尊是普應眾基 是一切的根基 上中下的根基 說人天法 五秤法 說二秤法 說菩薩法 人人人趁基得益 在見佛無法的過程中 向上增進 見化人天根性為初世根性 化二聖根性為大聖根性 同歸佛道 這不像其他淨土 其他淨土指的就是 淨土有很多種 像阿儲佛淨土也跟彌勒淨土不一樣 阿儲佛淨土甚至有男有女 阿彌陀的淨土就沒有 阿儲佛淨土的女中 還有懷孕的 阿彌陀的淨土是化身的 又不一樣 所以他講的其他淨土 其實就是指阿彌陀佛淨土 惡聖種不信 惡聖種信都不能往生 這個其實是彌陀佛淨土的 這還能應人天根性嗎 人天根性就是只是想要增上身的 這一輩子要比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要比這一輩子快樂這樣 可是學佛基本上 增上身也不會一直是增上 就是說你在現在這個基礎上 所以他這裡是講 彌勒淨土 基本上就是對於那一種還沒有出於心 也沒有菩提心的人也能射受 他也能往生 如果是阿彌陀佛淨土 你沒有菩提心的人是不能往生的 甚至你只有出離心的人 也沒有菩提心也不能往生 何況你只有真上身心也沒有 我們說過這裡講到阿彌陀土裡面 在326月就有講到 這個是大聖不共淨土裡面 但是他介紹的不那麼多 就是阿彌陀佛淨土 326月 阿彌陀佛淨土 然後328月有曜師佛的淨土 他主要是介紹這兩個 經典裡面其實還有香妻佛的淨土 回國結晶的淨土 有阿促佛的淨土 還有 因為我們常見就是這個 就說這個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放回來 我們可以參考 參考這個大聖不共淨裡面講的淨土 所以他說 彌勒淨土 才是名符其始的三根譜貝 廣度五性的法門 這五性是五種種性 這個是為世的說法 就是有五種種性 有人說 現在往生彌勒淨土 將來彌勒佛涅槃 如還沒有了脫生死 那我們要怎麼辦 他說 又怕不能見佛無法而退諾了 不知道釋迦佛慈悲 將我們交以當來下身的彌勒佛 佛佛道統 難道彌勒佛不會開示我們清淨當來佛嗎 有人說 上面說修天不升天 修天不升天是我們之前講的 在一百一十五月這裡 求忍而得忍 修天不升天 勤修三浮行 願身佛頭前 你說修天不升天 願身佛頭前 那怎麼又說求生都算天呢 不升天只要是不依身定而稱常壽天 欲借天 尤其是彌勒菩薩都算天 經常見佛 文法 修行 當然不妨往生 有人說 為什麼不提倡往生彌陀淨土呢 要知道阿彌陀佛的淨土 是大勝的不共淨土 一般的升文佛教就不信不知 那就是我們三百二十七月這邊講的 三百二十六月這邊講的 這個要到大勝法中說 就三百二十六月這邊 現在是說貫徹史中的五勝共法 所以你現在講五勝共法 你當然就要講五勝共法裡面的淨土 就是彌勒淨土 當然就要講彌勒淨土的殊聖 本來就是這一漢 那麼有人說 從前修學彌勒法門的獅子爵 發願求生都算願願 結果生在外願享受育樂 往生都算淨土怕不太可靠 不知獅子爵生在外願的故事 反洪傳彌勒法門的真帝 玄狀 山藏 以及真帝也叫山藏 真帝山藏 玄狀 山藏 以及五左四卿的傳記中 都沒有此種記載 這只是別有用心者的故意傳說而已 這個故事記載在大唐西域記 大唐西域記是玄狀大師 可以算是他在中國的唯一一本著作 他在中國沒有任何著作 玄狀大師 把他在去取經的這個過程 稍微用講的 然後有人幫他整理寫出來 那也是像這樣 變成一本大唐西域記 這個大唐西域記裡面記載 有這麼一個記載 當然它不是玄狀大師的傳記 它是玄狀大師記載西域的一本書 但也不是玄狀大師的傳記 它裡面有記載 記載說玄狀大師在印度 聽到這樣一個故事 他把它記載下來 他說獅子絕 有些人說獅子絕 五左 四親 是三兄弟 不過玄狀大師記載是獅子絕是五左的徒弟 五左跟四親是兄弟 五左跟四親是兄弟 獅子絕是五左的徒弟 是這樣 這三個人互相約定 四親本來是學小聖 後來受了他哥哥五左的影響 轉學大聖 印度有這麼一個傳說 玄狀大師把它記載下來 誰在大唐西域裡面 所以大唐西域是有記載 他說這三個人互相約定 互相約定 說大家都要往生到 都帥天去 就要往生到 彌勒菩薩淨土去就是了 沒有講彌勒內院 他只有講內眾跟外眾 沒有講內院跟外院 就是說內院 內院其實是在記載 記載彌勒菩薩的 記載玄奘大師往生的這些傳記 道宣律師然後誰 記載玄奘大師要往生 然後有講到 他升到多帥天的內眾 其實講這樣 內院外院 大概應該是從虧姬開始 虧姬在 《彌勒善生經》的書中 開始講有內院外院 虧姬以前玄狀一直到 這個 可能是第一個發願要往生到 彌勒內院 多帥天彌勒淨土的 這個道宣律師都沒有講到有內院外院 都沒有講 所以開始有內院跟外院 這種說法是從虧姬大師開始的 那玄奘大師 記載他往生的情形 只有講到內眾跟外眾 就是內眷屬外眷屬這樣 並沒有內院外院 我們看上升經跟下升經的描顯 即日世界 也沒有內院觀念 根本沒有 後來就講到最後變成 外院是享受預熱的 沒有念佛 沒有文法的 內院才有 變成是這樣 這種說法其實是比較後來的說法 後來就慢慢變成說 就是說你不小心 你如果升到彌勒內院去 不小心就升到外院去了 就是你要升到彌勒淨土 不小心會到外院 那你還是跟一般的天人一樣 就開始慢慢有這種說法 那導師說這樣的說法是 其實是別有用心的 就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 當時彌陀淨土跟彌勒淨土 這兩個人在比較 就是大部分的人是主張往生彌勒淨土 講彌勒淨土多好多好 然後就要把無形中 就把彌勒淨土給下去 然後就舉這個故事來說 這個故事是 我們說到它是這樣子 它是我們說這個 五左四親跟獅子絕 那獅子絕是五左的徒弟 四親是五左的弟弟 那這三個人有約定 那麼發願都要往生到彌勒淨土去 那講好了 如果哪一個人先死 先往生 一定要往生 哪一個人先往生 要回來 要回來跟還沒往生的人講 有這麼一個約定 那後來獅子絕先走 走了三年 走了三年都沒有聽他回來講 然後後來不久 不久 世青也走了 那世青走了 大概經過六個月 獅子絕已經走三年了 三年後世青也走 世青走了之後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有一天 五左在教大家 教他的徒弟怎麼修定 那有一個天人就從天上下來 那天上下來就頂禮五左 就開始跟五左頂禮 五左就問他 你怎麼現在才來 因為他知道他是世青來了 因為他是天上一個天人 他已經不是世青已經往生了 他變成天上的天人 可是五左知道他是世青 他就問他 你怎麼現在才來 因為已經世青往生 就是捨壽之後 經過六個月 六個月他五左有一天 在教大家修定 那忽然之間 這個天上有一個天人下來 靜禮五左 靈禮五左 靈禮五左 五左說你怎麼現在才來 你現在叫什麼名字 因為到天上就換了一個名字了 那個天人 其實就是五左 其實就是世青 那個後來轉為天人的世青 就叫多率天天人的世青 此福山 被他已經多率天天人 他說你怎麼現在才來 那你現在叫什麼名字 那個天人就說 先講我升到多率天之後 那麼見了彌勒菩薩 他也是言話化身 見了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給我取叫做廣慧 善來廣慧 廣慧 就彌勒菩薩看 他升到天上就叫他善來廣慧 善來廣慧 他就叫廣慧 善來其實就是我們講善來彌勒 廣慧 所以他升到 這是彌勒菩薩給他取的法名 給他取的名字 那叫廣慧 所以因為五左問他 那你叫什麼名字 你現在叫什麼名字 叫廣慧 那你怎麼現在才來 那沒有 我升到這個 多率天之後 然後見了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叫我廣慧 然後我就繞山楂 繞我我就來了 這樣就是頂禮彌勒菩薩之後 我就趕快來跟你講 這樣就經過六個月 天上一天 天上一天 人間就好幾年了 所以他只是繞山楂 頂禮彌勒菩薩完之後就來了 馬上就來了 這樣就經過六個月 他就問那獅子傑呢 有沒有看到他 他說他在繞佛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 就是典禮彌勒菩薩 然後繞山楂 他在繞的時候 跟著內眾繞的時候 看到獅子傑在外眾 在外面享受獄樂 哪有時間來 他的意思跟他講說 這個獅子傑 他是這樣講 我在繞的時候 就是繞佛的時候 他們是繞個佛頂禮 他說看獅子傑在外眾中 也不是外院 在外眾 就是在外面 就是他五念說法 他的人在外面 那麼當著欲樂 無暇相顧 就是他好像很快樂 那根本也沒有看到我 根本也沒有看到我 所以哪裡會來 講這樣 後來就開始傳說 內院外院 那一般是講內眾外眾 內眾外眾 有時候講內眷屬 外眷屬 後來就變成內院外院 就不同的地方 其實是 其實應該是 如果以尼勒上身經 下身經來看 他其實就是同一個世界 他也沒有說 好這邊是親近的 這邊是不親近的 好像也沒有這樣 但是這個是一個傳說而已 那事實是不是這樣 老實講也不知道 因為傳說有很多種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智者大師 那麼智者大師早期都是傳說 他是往生其樂世界的 但是後來用他的弟子傳說 他是往生到多快天的 反正就很多種傳說 那也不一樣 所以傳說都很多 這個是一個傳說 像印度也有傳說 傳說這個 這個家瑟入定基竹山 然後等這個 等這個彌勒菩薩來成佛的時候 把釋迦佛的家瑟交給傳醫 傳給這個家瑟佛 那這個傳說老實講 也不可靠 但我專家討論這件事 不可靠 因為釋迦佛哪裡需要印證明 那釋迦佛的印也不是 從家瑟佛那邊拿來的 也不是啊 後來那是禪宗都要傳醫嘛 那才講這個 那其實 其實印度也有這種傳說 就是大家瑟 不是加瑟佛 大家瑟的加瑟尊者 錄定在基竹山 那麼等彌勒佛出世 但是大筆勃殺人之間論事跟他討論起來 這個傳說不可靠 應該是他露滅了 大家說有露滅 但是他的醫用他的病例 留在基竹山 那可能是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事 但是就是像這種故事非常多 類似像這樣的故事很多 那我們知道佛法在流傳中 有非常多這種故事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都要把他當真 就好像虧姬大師的故事 三車和尚 那個也不能當真 說他投錯胎 哪有投錯胎的 異業力不會投錯胎 他投錯胎投到未慈空的家裡去 這種都是 他部分都是編出來的 都編出來的 好 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到 獅子絕 發願求生多算內外院 其實 我們就是嚴格來講 其實沒有內外院 多算天沒有內外院 多算淨土沒有內外院 那後來就變成多算內院 尼諾內院 變成這樣 那這是一個 就是一開始只有內眾外眾 沒有內院外院 內眾外眾 其實這個傳說也只是講內眾外眾 沒有內院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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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變成內院外院 就變成內院外院 那就變成是外院 外院是一個 國異雜蘭蘭蘭的地方 內院外院 那內院就會變成清淨的地方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他本來是 彌勒的內眾 變成彌勒的內院 變成是這樣 那這個是淨土 总之学佛的不论何种根性 只要能以归尽三宝 如法布施清净慈介的功德 发愿回向弥勒进度 在见佛而实实文法的修行过程中 与共弥勒进度也是建佛文法的 也是一样 而且也会得不退传 保证向上圣见 何必忧虑退堕 所以敬请真诚发愿往生 称妍南母当来下身弥勒佛 就是要当来下身弥勒佛 那这个是五乘共法里面的 以弥勒进度为总结 就是为最后 那接下来就是三乘共法 五乘共法是真上身心 三乘共法就是要出离心 要出三界 五乘共法主要在御界 主要在御界 好 三乘共法是出世间法 是建立在五乘共法的基石上 如不被人天公得 沉沦在三恶道中 当然不能发心了脱生死 就是出离三界的诺文 我们叫做了脱生死 因为三界才有生死 出了三界就没有 还有你到极乐世界也没有生死 即使现身人间如作恶多端 无惨无愧 害人害世 丧失的人性 连作意平常人都不成 还会发心了生死 所以成就人天公得的 才能修学出世间的三生共法 就是你要出三界 你必须站在人天的基础上 你如果没有在人天的基础上 你在三恶道 你哪有可能 你哪有可能出生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五乘共法上面已经说过了 现在来说三乘共法 三乘就是生文圆解菩萨 这三乘都要修的 五乘就是人天生文圆解菩萨 这五种都要修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切行无常 说诸受皆苦 原此生愿理 向于解脱道 那我们现在要理解一个 五乘共法里面主要是人天 人天是五界十三 你看 他主要是五乘共法 重点在处理三二道 五乘共法 其实就是人天秤 所共的这个 其实是人天秤 其实就是人天秤 那我们讲五道轮回来讲 他其实就是处理三二道 这个在四十八月里面 第一条 我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他也是在人天秤的基础上 第二个从我的国土离开 不会剁三二道 你看他就是四十八月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在五乘共法的基础上 第二个不剁三二道 第二个从我的世界离开 也不会再剁三二道 那他重点在处理三二道 三乘共法 他不是处理三二道 三二道都在御界里面 御界里面的三二道 他是这样 三界是这样 三二道都在御界中 御界有六道 御界有六道 第一 一 恶鬼 一般讲五道 第一畜生恶鬼 三三道 第一 鬼道 就恶鬼道 鬼不只有恶鬼 但都叫恶鬼比较多 都叫恶鬼道 畜生道 应该是畜生道 然後叫恶鬼道 因为畜生更比恶鬼更糟糕 畜生道 然后恶鬼道 不行不好 畜生道恶鬼道 然后人道 天道 这个是御界 然后色界 无色界都是天道 没有其他五道 都是天道 色无色界都是天道 那御界有这五道 那基本上他是出离三二道 就不在这里面 这个是三道 这个是恶道 所以他是出离三二道 那三圣共法 就不是出离三 不是这个而已 而是出离三界 出离三界 所以你要出离三二道 你就必须没有这个三二道的业 那你要出离三界 你就必须没有三界 生三界的因 是不一样 那你要处理这个 这三二道 你必须没有三二道的恶业 没有三二道的业 你要有人天的善业 这叫做五界十善 他是这样 要有五界十善 所以他要有真上身心 是这样的 要有真上身心 然后修五界十善 那现在三圣共法呢 他要处理的是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包括人天都是一样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他要处理三界 那三界的因 这个因是 这个是 这个是杀到淫妄为因嘛 杀到淫妄嘛 所以要五界嘛 邪见 杀到淫妄 跟邪见 杀到淫妄 所以五界十善 没有烧到淫妄 然后有善法 那么可以生人天 可是三界的因是什么 三界的因是火箭 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他已经没有散热到 他已经没有散热到 但是有人天 然后天有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有我见 只要有我见 就是生死的真结 生死的观见 解脱的观见 就是无我 生死的真结就是我见 有我见 有我爱 你就会在三界里面 虽然你不在三二道 但是你就会在三界里面 所以三生共法的核心就是无我 三生共法的核心就是无我 要你我见 你怎么正得无我 你必须要有出离心 要有出离三界的心 那这个要有真上身心 所以你必须要有出离三界的心 然后修 我们说过你要出离三界的心 修什么 修三血八正道 那么要有出离心 首先要有出离心 然后再修 修戒定位 正德无我 修八正道 正德无我 然后得解脱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之前讲的五生共法是 你要先要有真上身心 然后修五界十善 出离三二道 然后他最后归结 最好到多帅念念 经上是应到多帅天 多帅净土去 然后那里有佛 你跟着佛再下来人间净土 其实这样 所以三生共法的核心在出离心 然后正德无我 那五正共法 所以但是他是共法 所以他是要跟佛有接触的话 就到什么 到米勒菩萨那里 其他的天不一定有 那生人生天 那人间 人间如果有佛的话 那就到人间 天上有佛 又到天上 其实是这样 那重点是要借佛无法 或是要学习佛法 那你才能够一直往上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你要 你要这个 他的核心就是要正德无我 因为我见才在三界里面 那你要出三界 你要出三界 一定要正德无我 断生界 所以出果断生界 他就决定会出三界 一界形无常 说诸寿是谷 原此生念你 向于解脱道 先要有出离心 向解脱了 出世间的三秤法 根本在出离心 你没有出离心 那你是不可能下绝多的 所以要首先学习 发起出离心 世间的一切是不永恒的 不彻底的 不自在的 也就是世间 世间众生是苦的 肯定的世间彻底是苦的 才会引发出离心 因为他终究不是那么殊胜 不是那么快乐 不是那么幸福 所以你才会要做一个 彻底的了解 要处理 因为如果你还有依恋 还有贪恋 你就会直取 你哪里会处理 你就是觉得好 你才不会处理 照一般的感受经验来讲 世间有悠苦 也有喜乐 也有不苦不乐 无所谓的 就是有三种 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不一定都是苦的 因为苦是一种感受 可是我们的经验里面 不都是苦的 也有快乐 所以这不是说人世间都是苦 并不是说全部都是苦 没有 实际上有时候也不苦 要知道世间是苦 这个论体 是深一层的看法 佛说世间是苦 不是就世间上每一样都是苦的 不是的 它是就无常来讲的 来看 它说 所以导师说这个是深一层 以一切行无常故 说诸所有受 息皆是苦 因为无常不苦 是这样子 从表面上 虽有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的差别 但深刻的观察起来 就不能不说一切是苦 所以他说深一层 因为世间的一切 不论是身心 气世界 是个人 家庭 国家 都是千流的造作的 都是因缘合合所做的 所以说造作 都是千流的造作的 千流就是有变化的 有变化的 有生灭的 这个叫做千流 它底下有解释 都是千流的造作的 那么先解释造作 什么叫做造作 因缘合合所做 叫做造作 造就是本来没有 后来有 造出来的 因缘造出来的 因缘造出来的 因缘做出来的 这个叫造作 因缘合合才有的 因缘没有合合的时候没有 这个叫造作 那什么叫做千流 千就是有变的 变迁的 流的是流动的 有变化的 在生灭 生死成坏的过程中 就是这一切的造作 这一切所造作的法 就是一切法都是 都是从古到有 又从有到有 所以说是造作 那么这一切因缘合合的法 这一切因缘合合的法 因为因缘合合 因缘所造作的 这一切因缘合合的法 都在生灭生死成坏 生灭生死成坏 我们看 世间 我们讲世间无常 最早是讲世间是苦 世间都是苦的吗 不是啊 有缘论啊 那么苦是因为无常 无常说他苦 那无常是因为 我们讲什么叫做无常 一切都是 一切造作都是千有变化 那这个无常里面 他是讲世间无常 就是世间无常 那无常基本上 世间有三种世间 世间有三种世间 一个是五蕴世间 我们写在这里 一个是五蕴世间 五蕴世间 一个是有情世间 一一一的五蕴 也成为有情 有情首一的是国土世间 就是七世间 国土世间 三合大地这些 那五蕴世间 有生住意面 所以叫做生面 这里讲生面 生住意面 仔细讲叫做生 生住意面 那老师这里说 有生面 千有就有生面 有情之有生老病死 有生死 我们人来讲 国土有沉住坏空 他这里叫沉坏 沉住坏空 有沉坏 那这里就说是五蕴 因为这样叫做五蕴 有生灭 有生死 有沉坏 这个叫五蕴 因为五蕴苦 那苦就有三种 这都苦苦坏苦 应该这样叫做 应该这样叫 应该这样叫 因为这样五蕴 所以说是苦 因为五蕴 所以说是苦 那苦有三种 苦苦 坏苦 辛苦 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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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苦 行苦 行也是千人 那如果從欲界色界無色界來講 欲界 從三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 色界 無色界來講 欲界有苦苦壞苦辛苦 色界有壞苦辛苦 無色界有辛苦 三界都苦 所以世間苦 那麼五蕴有情 國土 五蕴有生滅 就一切法生心 生心的一切法都在生滅 生滅 那有情都在生死中 那這個國土就在生滅中 所以 色法心法 那麼 插那生插那面 插那生插那面 都在生滅當中 有情生死死生 那輪迴又到生死死生 那這個國土 陳柱壞功 就是生辰毀壞 循環不移 從這個現象來看 你看 他說所以他這裡講 在這個過程中 所以說千有 千有造作的叫做行 所以叫諸行無常 其實是這樣 那麼一切千有造作的 都是無常的 這無常的 所謂叫做苦 那這裡講三種苦 因為諸行無常去看 現前的憂愁苦惱 這個是苦 本身就是苦 牙齒痛 本身就是一種苦 就是一切喜樂 如財富尊榮健康聰明 雖然現在是快樂 可是他一定會變化 所有的幸福到最後 一定會化而乌勇 不是你離開他 就是他離開你 因為我們的壽命有限 你最愛的人 現在你愛我我愛你 兩個人都見青春美麗 那麼當然幸福 可是這種幸福 它不會那麼長久 不是你先離開他 或就是他先離開你 或是兩個人一起離開 可是也不會在一起 個人一個人的業 有一種會在一起 同行同願 同造你的業一樣 你的心一樣 你的願一樣 那麼就一直在一起 同行同願 同生進土 那麼同德解脫 那當然 那當然就也沒有什麼 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問題 但是他就是 他就不會有這種 就是因為你是同行同願 那同樣的業 所以他就比較會同受果報 那大部分的人因為造的業不同 心不同 事不同 業不同 所以受的果報不同 甚至那現在是夫妻 以後誰是男的 誰是女的 也很難講 還不一定 甚至誰是做人 誰沒有做人 還不一定 所以除非是同行同願 然後同樣的業 那才有辦法又一直在一起 但是就算就算這樣 也不能一直都是這樣 因為會改變 心會改變 所以他說到了變化的時候 苦就跟著來了 就愛別禮 願政會 本來也不是那麼好朋友變成不好了 不好的又變成好了 也會變的 會變 這個叫做壞苦 這個叫做壞苦 佛有三十二相 佛年輕的時候 那個多莊眼 多美麗 可是老的時候 阿難摸著佛的皮膚說 哎呀 佛的皮膚怎麼變這麼粗 皺紋怎麼這麼多 佛才跟阿難講 阿難 我跟你一樣 都是父母生的 都會老 生理會壞的 一樣啊 三十二相到最後 也沒有那麼 也沒有那麼殊勝 那個皮膚的細滑也沒有了 那像我們佛年紀大的時候 佛據說有四十二尺 四十尺 四十是牙齒 到老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掉 不知道 那我們老的時候掉到快沒有了 不用老就掉到快沒有了 還不用來到老 那這些三十二相也是 也是會變的啊 那麼所以這個苦就跟著來 這個叫壞苦 就是會變壞了 根本沒有像以前那麼好 就像我們以前 我都會想說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可以幾天不睡覺 現在不行了 那一天不睡覺就快要昏倒了 以前可以幾天不吃飯 現在不行了 年輕的時候跟現在不一樣了 他以前記憶力很好 被人都可以記起來 現在也不行了 壞苦 那麼就是不苦不樂 平淡極盡 既然不理圈有變化 遲早明不了苦 那麼無色戒 色戒就是這樣的 色戒沒有苦苦 但是有壞苦 有行苦 無色戒 無色戒 連身體都沒有了 他的心都在定當中 但是也有什麼 也有行苦 時間到八萬大節 八萬大節沒有苦苦沒有壞苦 八萬大節 寫苦 無常就會苦 所以就算不苦不樂 平淡極盡 既然不理圈有變化 遲早明不了苦 正像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像航行大海中 爛醉如你 禪定裡面醉三昧酒 在定中 那完全不省人事 但是直向礁石為灘死去 慢慢慢慢時間到 撞牆 撞到石頭 床沉下去 你在這個定中掉下來 因為定律失去 受命禁定律就失去 掉下來 開始又恢復 就像我們要做夢 夢見很好 夢醒 開始要做工一樣 焦死為灘死去 你說熟醉不知苦樂的旅行者不是可悲嗎 這個就是讓在無色界當中 定裡面 他其實是沒有苦的 但是時間到壽命禁 一樣就一樣輪迴 所以從這一切形式無常的 不永久的 不徹底的 不可保性的觀察起來 就不能不說諸壽是皆苦 不能不說世間如虹宅 三界如癢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看說 世間是苦 或是說諸行無常 諸壽是苦 一般講三法院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然後涅槃其界 所以如果再多一個叫做諸行無常 諸壽是苦 然後諸法無我 涅槃其界 四法院 所以講諸壽是苦 這講世間是苦 這個是世法院裡面的一個 那一般我們講世間是苦 是因為無常 無常故苦 說他無常是因為 一切世間都會變化 世間就是這三種 都會變化 是生滅的 是生死的 是成壞的 生滅 生滅 刹那生 刹那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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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友情是生死死生 生的是死 死了又生 輪迴不移 這個國土是成外 成外 成外 循環不移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從這裡來講 他就是無常 無常的就是苦 那後面就會講到 苦所以是無我 所以因為從這個地方來看 你就不能不說諸壽皆苦 不能不說世間如火宅 火宅就是法華軍的屁股 這個火在燒 那這小孩子在這裡面玩去 還沒燒到 可是漸漸漸漸就會燒到 燒到你就到苦了 你等到燒到的時候 看到火的時候才要逃 逃不出去 是這樣 三界如牢獄 像千玉一樣 都關在裡面 這個是比例 好 那麼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一下 願於此功德 願於此功德 苦極於切 苦極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好可憐 好可憐